预测下船涌虎鸟最终五到八会怎么排啊 排到第五是胡人 之前我讲了 胡人剩余的赛程太甜蜜了 两战爵士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差池 毕竟爵士对胡云塔克他东西已经主导了 那塔克能打过詹姆斯 不可能嘛 上法篮 胡人谁不知道他这两下呢 就在反面等你 正面都不防 正面上篮肯定打铁 所以胡云塔克是不足以据的 还有一场打什么这个太阳 太阳肯定是战略性放水 因为这已经是倒数第二场了 太阳队到第二场绝对会淪秀的 不可能全主力 而且就算上做做样子 不可能全力整胜 胡人就是打快船 打快船现在胡人是完整体 那快船能打胡人嘛 也干不过 胡人最终是排到第五 第六呢 应该就是金融勇士 因为勇士队剩余赛程也是相对甜蜜 差不多三场比赛能拿下其中之二 起码能拿下其中之二 这样一来 勇士队就是能够稳住啊 西部第六的排位 这也挺好嘛 所以说快船呢 首先一点他打胡人呢 就打不过 接下来胜于这场比赛呢 也还得再输一场 所以快船很有可能 就一下这个跌落到第八左右了 所以说这个第七呢 差不多是醍醐吧 我感觉醍醐应该能排到第七 快船现在有点败人品了 之前那会儿 是因为啥远引呢 是怕太阳还如何呀 接连的开始了一个输球了 当时 卡巴拉纳德呢 选择半场维修 当时其实就是战略性放弃嘛 怕一旦说赢的话 自己做了西部第五了 不敢打太阳了 要不然说太陆 这个人没干呢 当时拉纳德真是这样 你现在到了这个结果眼了 顶级明星哪有维修的 拉纳德怎么的 你现在是跟剑隐隐作痛呢 还是啥呀 你这都已经是 这个赛季你都早就已经复出了 到这个结果眼上 没有半场维修的 所以当时那会儿你只能理解 快选这感觉 分岔是不是 我有可能赢呢 一旦赢了 基督赛 数人不就马下了吗 怕了 快选你要说先松了的话 没有其他理由啊 你别听他什么轮修 哪有半场轮修 你见过谁半场轮修的 而且到这个结果眼上 没有明星轮修 谁轮修啊 哪个不是顶着这个 一定伤病都要强打呢 拉纳德更加 现在他没什么太大毛病的 在场上 现在旁边有猛男了 你不需要大量运球的 因此快选技术是怕了 最终你要是怕了 你这个怂队 怂队最终没有好下场 所以快选 最终排到第8吧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感谢您的支持